Hello 這是我們對Dixon的最後鐘谷那些嗎? 其實我們真的要收演唱費 其實我們真的要收演唱費 還有我不拍 I'm not keep 我覺得不是錢的問題 是時間的問題 還有雙腦筋的問題 是的 我們再這樣下去 我們可能很快死了 其實為什麼要拯救二弟組 不需要的 但他自己想 起初打算是一種娛樂 我看到他真的很蠢 他想著都會笑 玩一下吧 去到最後是真的玩自己 我覺得很累 我沒試過玩一個人 是玩到自己頭痛 我沒試過都是那一句 看別人做家務 會出汗過自己做 是的 我很擔憂 不過我們今集 繼續向難度挑戰 因為今天要做的事情 是比起上次換床單 換皮套是最難很多 機器上的東西 但是這部機器 其實你早兩年才會用 不是 今天重點不是我的 其實你也 真的要開一集給你 第二集 請救二弟組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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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的任務是 洗手和操心 哇 糟了 聽一下我的眼睛 糟了 好緊張 好緊張 你不要有這些小手 好恐怖 然後要成熟一點 扣到自己去 我自己覺得洗衣機是很難用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是有陣子玩的 對我來說也是有陣子玩的 好啦 我們爭取時間給你 終於來到洗衣機的前面了 我們現在第一步開洗衣機的蓋 對啦 先放這衣服進去 我想說一個冷自食 我那天在IG見了 你不懂得使用洗衣機 但你有冷自食嗎 對 這條褲我昨晚穿過的 但不用擔心 乾淨的 黃了 哈哈哈哈 這裡不是有個位置 是告訴你 標籤 那條褲的標籤 可以用什麼洗的 是 如果有些是沒有寫明的 只有一個圖案 你知道你拿個電話 你拿個照片 之後它會自己彈出來告訴你 即是Scan QR Code的概念 你試試一下 不想 OK OK 哈哈 你又說 動個時刻 不好意思 那我先下去了 哈哈 好啦 我們已經找到這個洗衣粉 和油順劑 有三格的 Dixon 我這個我玩了很久 我特地在網上搜尋了一段時間 我沒有搜尋過 因為我媽媽擺哪個就擺哪個了 因為現在你知道了 是因為我工人曾經有用過粉 所以你知道這是粉 但它有寫的 哦 即是看說明書 它二就擺什麼 一就擺什麼 現在我們沒有本上搜尋了 那就 前人做什麼就跟著什麼 喂 這樣嗎 這麼大 我都擺在這裡 你有拳目嗎 洗多少個衣服 不,它有寫的 它有Scale在旁邊 1,2,3,4,5 那代表什麼 那就是程度有多少 你一次是2也夠了 或者3也夠了 你穩固一點 你倒下去吧 你有沒有拿著粉 喂 喂 是嗎 應該這樣吧 哈哈 他現在連把粉放進去 洗洗 想想怎樣弄 好像都不知道要做什麼 現在Dixon還有兩格可以選擇 他二選一 不知道油順劑放哪一格 提示 提示 怎麼樣 Else你直接說沒什麼了 對,直接說吧 中間這格 對 我也很像的 只有中間一格是濕的 所以應該都是中間一格的 是 那這個擺什麼 以我記得的Search的結果 好像是水 OK,那你覺得是什麼呢 我想可能是pre-washed的東西 我不知道 那我現在怎樣 倒多少下去 那個瓶身有沒有說明啊 油順劑 若一蓋就是一機衣物 那你也半機而已 那就半蓋了 喂 喂 哈哈哈哈 為什麼突然叫 Else又捉到牛 因為我剛才想到半蓋的時候 一倒 剛好沒有倒 一蓋沒有流出來 幸好 好 那倒下去 OK 進去了 Yes 那現在要欠什麼呢 就是他要關蓋 還有選擇究竟 應該用哪一個模式去洗衣 其實或者你也可以看看 前人還要什麼 前人 喂 前人省電 用Eco Wash 是啊 那我們現在就用Eco Wash上無死了 先開機吧 Dixon求求你 OK 先開機 你還沒開機啊 On 咦 來了 有點東西看了 是 現在是中數來的 對呀 那麼 不是現在是中數 是他洗一小時零六分鐘 他以為1.06分鐘 哈哈哈哈 我胃好痛 胃出血 什麼啊 他為什麼會這樣 Exactly 你還要扭多久 洗多久 不是 因為他 他是計算你這個模式要洗多久 所以他各個模式有不同的 那你快就有快洗的 10秒 15分鐘 15分鐘 啊 哈哈哈哈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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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的 OK 快洗吧 對快洗吧 不要浪費 開始了是不是 是不是很緊張 應該是 脫了我 好 好 好 覺得難不難用洗衣機 我覺得其實你們不是特別認識 因應不同的洗衣機有不同的狀況 你說得出這個是因為你真的沒有見過洗衣機 你不就是要撐多了 你不就是要撐一隻蛋要找Gordon Ramsey教你 哇真的沒見過一個人拿烤衣板好像拿獎一樣 哈哈哈哈哈哈 你去哪裡啊師兄 你放下那個托衣板拿不可以的 哈哈哈哈 好了正當這個洗衣機洗衣服的時候 我們又來到第二個部分 就是抗衣服了 現在我們會由把抗托衣板開始時機 這個我真的接受不到 怎會沒有抗衣服呢 因為尤其是一個你這麼喜歡整潔的人 你應該是超有那個 沒辦法啦 真的幸福了 真的幸福了 他學會了謙虛 這樣走 都可以的 他有一個感恩 他可能穩陣 他穩陣 他穩陣 我曾經開過一次 我一過去的時候 他就放不住那些低的 跟你有陰影是嗎 對 就是勾不住那個腳 拿著T恤過來 是 你怎樣撞呢 我是不會給你一件漂亮的 所以我就這樣拿著最普通的T恤 通常我自己是會套進去的 就放一邊就放一邊 就變成面子就有面子的整齊 然後你拎在後面就再把後面拖在後面 拖出來後就可以拖在袖上 剛才看得出你有多少功效 試一下 不要再說我有功效 這是生活基本需要 讓我試一試 這本技能 裂進去的效果 這件事裂得很好 對 然後那條線就剛好在這裡 對 好 來吧我們試試 好 Dixon 第一次躺衣 34歲開始 躺吧 下去了吧 不怕了吧 你的左手是不是放鑑 不幫忙 左手放在哪裡 不就把衣服壓住 OK OK OK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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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燙衣最難是用的那個燙豆 就是當你摸到怎樣用的時候 燙的 定義 你 燙衣最最後的記憶 就是把燙豆放在衣服上 因為你一不留神就會焦的了 這樣吧 燙豆不可以這樣放 你放啊 你會辣焦的 你這樣放 燙衣板上的布都是會焦的 會穿火的 Dixon買了兩下覺得怎樣 我覺得很難 因為你燙我 假設把衣服做四拍 你都不知道哪一拍 燙完哪一拍 但是好像 你沒有標準答案 我覺得他的人 就是所有東西都要有標準答案 就是你教了我一次 我跟著那個做 我就會做 這件事是給你的 因為你今天已經焦了白鐵了 對呀 我覺得今天表現中矩中矩 在石衣機方面我已經學會了 至少一定不會入錯孔 那些粉和水和油順劑 其他東西 燙衣這方面是難處理的 所以 應該不會再燙吧 一定會用掛燙機 好多 你這樣放在那裡 數兩下 就要直到 是 這個那麼辛苦 要搬東西出來 有什麼會燙傷手 我覺得 首先掛燙機也會燙傷手 小心 因為你真的會像會燙傷手 其次我覺得很震撼的是 一些很基本的家居安全意識 是完全沒有 因為其實燙衣板上面 那個燙斗不能放在那裡 這個真的我覺得是 人所共知 是最基本的安全意識 我覺得沒有 沒事 是人所共知 是人所共知 你知道有很多 之前的人經常說 有什麼火警 還有火警 因為你會燙傷手 我也以為人天生出來就懂游泳 我懂嗎 你說的一樣 是除了游泳 你很厲害的 嗯 混女兒 哈哈哈哈 我們連說的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 我連混女兒都不可以 對呀 混女兒都不厲害 不可以 不可以 我不懂的 這些東西 好啦 那我們是不是結束了 好厲害 我們到節目了 拜拜 你不是很大隻嗎 你不是想展示很大隻嗎 對呀 腰蜂 哈哈哈哈 喂你的腰很幼 神經病 唉好吧 你是異性組 但是你不是太差異性組 是吧 這集出了之後 我要看公子哥的反應 我不是太差異性組 我會不會不會 這集出了 黃蜷